欢迎大家回到Tom Lee的tutorial in A-level Mathematics, A-level 数学 我们今天会继续讲第二课 Function and Graph 的第二个Section The Monduous Function 什么叫做The Monduous Function? 我们来看看一个例子 例子相当简单 A Monduous Function is general a function non-negative of the type 例如我们有一个Function of X Y equal to Function of X 我们加这两栋代表它的Montress 也就是Absolute Value 意思就是When Fx 大个等于0 这个Montress of Fx 其实就是等于Fx 但当这个Fx小过0的话 The Monduous of Fx 等于-Fx 也就是说当它小过0 我们就会乘比-1 简单来说是一个Absolute Value 这个意思 我们来看看这个范围 如果Montress of 负2 就是等于2 The positive numerical value of minus 2 is equal to 2 The Monduous of 6.5 Montress of 6.5 就是等于6.5 只要是正数的话 它也是出正数 它是负数 它是负数 就会出负数 然后Montress of 3分1 减5分之4 我们照做的就是15分之5 减15分之12 就是负15分之7 也就是15分之7 Montress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拿到Absolute Value的绝对值 只要是负数 我们变回正数 只要是正数 我们就保持正数 也就是这里所说的 如果是正数 我们就保持正数 如果是负数 我们又乘比负1 将它变回正数 这个就是Montress的定义 Montress 如果我们要计算 Fx是2x-3的Montress 加1 Write down the value of 如果F5 就是当x等于5 我们就会代入 When x等于5 2乘比5-3 加1 2乘比5 就是10 10-3是7 7加1 也就是8 所以你会发觉 Montress value 只是拿过正数 接下来这个位置 你看到F等于1 2乘比1 2乘比1 2乘比2 2-1的Montress 加1 也就是1加1 就等于2 这个就是Montress function 简单地说 Montress 就是代表正数 的一个式 複杂一点 当我们要 scat 一个 Graph of Y Equal to Montress of A X加B A和B 都是一个constant 你可以代入任何的value 例如我们下面这个 如果A是1 B是0 我们就会是 Y等于X 当Y等于X 就是这条线 Y等于X 就是这条线 接下来我们怎么计算 Y等于Montress X Y等于Montress X就是 你会看到在X的轴上面 这条X轴下面的value 就是下面这条线的value 只要你把它Miller 因为这些负数 就会变回正数 Y等于负数 就Y变回正数 你会发觉 Y变回正数 所以这条线 就是这条线 就像反射镜面 那样 代表这里是一块镜 反射上去 那这个 我们就形成 Y等于Montress X的一个Graph 再看一个example 如果我们有个example Y等于3X-2的Montress 我们怎么去Sketch 这个Graph 首先 我们先Sketch Y等于3X-2 再画出来 接着我们就看到这条X轴 画一条线 X轴就当是一块镜 这个 将负 反射上去 将负 反射上去 变回这条线 做法 就是我们会Sketch Y等于Montress 3X-2 3X-2 如果X等于0 X等于0 就是这个位置 X等于0 0的时候 0代入去 就是负2 负2 也就是2 Y就是2 X等于1 Y就是1 X等于2 Y就是4 如此类推 就画了Montress 那条线出来 明白 接着下来 我们有三条题目 作为exercise 给大家做 一起做这三个exercise 转回去video的画面 接着下来 我们就解决一个equation 就是2X-1 Montress 等于5 首先我们就 schedules graph schedules graph 的方法 我们就画一个 座标 一个XY的座标 当然是垂直线 然后我们 让Y等于2X-1 只是设计 Y等于2X-1 我又代入去 X等于0 Y就是-1 这个位置 先搞 X等于1 Y就是2-1 就是1 就是这个位置 我们就可以画一个直线 这条直线 就是Y等于2X-1 另外 我们再解决一个scrub 就是Y等于5 Y等于5 假设是这个位置 这条就是Y等于5 但今次我们要做一个Montress 不是2X-1 而2X-1的Montress 所以如果Y等于2X-1 Montress 应该怎么做呢 就是我们会看 这条是负的位置 由这个位置 到下面 就是负的位置 我们做一个反射的镜 反射回来 这条线 我用了红色笔 红色笔的这条线 就是Y等于Montress 2X-1 当它等于5 也就是说 这两个就是解决 这两个是解决 首先 我们就会解决2X-1等于5 step 2 我们解决2X-1等于5 when它比这个位置 即是比X等于1 的时候 那就会是2X等于5加1 2X等于6除比2 x等于3 另外 另外 我们再解决的就是 2X-1 乘比-1 等于5 也就是这一边 这一边这条线 即是负这边这条线 这里我们解决2X加1等于5 接着-2X等于5 -1是4 x等于-2 我们可以计算 就是x等于-2 也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x等于-2 这个位置就是x等于3 继续这里 因此我们知道的解决 就是x等于-2 x等于-2 x等于3 这个就是解决 这个解决的解决就是这个 我们继续第一条 第二条 我们就要解决 就是解决了 以整个解决的解决 以整个解决是3 3x-5的Mondress 等于 2 减 1 个 x 今次我们不用刮画 首先我们用这个正数 3x-5 等于 2 减 1 个 x 我们两边都乘比 2 所以我们有 6x 减 10 等于 4 减 x 6x 这个减 x 拉过来 变成 7x 等于 14x 等于 14 除比 7 也就是等于 2 另外一个 solution 就是 3x 减 5 的负数 是等于 2 减 1 个 x 当我们是负数的时候 我们就有 负 3x 加 5 等于 2 减 1 个 x 我们将两边乘比 2 就是负 6x 加 10 就是等于 4 减 x 负 6x 减 x 拉过来 就是负 5x 4 减 10 4 减 10 就是 6 4 减 10 就是 6 就是负 6 x 等于 6 over 5 我们有另一个 solution 就是 6 over 5 所以这个 equation 的 solution 就是 x 等于 5 分之 6 and 2 接下来我们就 solve 一个 inequality 就是 5x 减 1 的 montress 大过 3x 留意 这个是 大过 3x 不是等于 我们 solve 这个 equation 做法一模一样 正数 我们放 5x 减 1 是大过 3x 5x 减 3x 是大过 2 x 等于 2x 大过 1 x 大过 2 x 如果是负数的话,就是负5x-1是大于3x 代负下去就是负5x加1就是大于3x 然后将这个3x扔过来,就是负8x是大于负1 如果负8扔过去除数的话,记住反过来 反过来就等于负1 over负8 这个是百分1,x是小于百分1 所以我们得出的解析是x大于2分1 或者是x小于百分1 解析是x大于1分1 或者是x,x小于百分1 这个就是iniquity的做法 你要小心的一件事 就是当你除备负数的话 这个大个的符号就变回小个的符号 我们得出这个答案 整个功能的第二节 Mondris function 就是这样计法 Muchas gracias Agai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listening to my tutorial videos and if you need a private tutor for you to get a better mark or better score in your DSC examination in Hong Kong the SAT examination adjust you want to improve your mathematics and english for your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tudy please contact me at 青湯929 at yao.com.hk my telephone number is is plus 1 852 65928609 好,多谢大家收听我这个video 如果你是希望你的mathematics 和你的英文是更加好的话呢 你想要一个private tutor 你可以随时contact我的 令到你的DSC exam 或者你想考SAT 你也可以contact我 因为我都有一些私人的补习 在这两方面的 多谢大家 thank you, bye bye muchas gracias